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刷故事 这个方法时间长 但有掉落保证 玩家只需要不停反复的刷一些简单的任务就行 过程中小怪有几率掉落金装 第二种是打控制点 优势是时间短 就是不太适合单人游玩 完成奖励有三个必出装备的箱子 只是其中两个出金装看脸 有一个问题是反复打过控制点 会有几率没有奖励 不知道是不是bug 第三种是制作和商店购买装备 这个方法最好是玩家在解锁新分阶时 去商店和工作台制作新的装备 商店可以购买到当前世界阶段的装备 价格是每个2800左右 主要是用于提升过低等级的装备 公路台则需要升级到最高等级才能制作 这个方法的主要问题就是需要足够的钱和材料 应急使用 第四种就是纯靠宝箱掉落 升级奖励 野外宝箱 这些都是获得高装展的途径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找国土战略级装备箱 提升很可观 最后一种是暗区 现在的暗区并不是所有的装备都要求送走 所以还是挺方便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敌人强度较高 而且有刷新时间 以上就是现阶段的装装方式 大家加油刷吧